各位親愛的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由萬透國際投股林中祥為您製作的 標股及先鋒 好我們看一下今天台北股市從開高漲了60幾點 盤中最多也跌了60點 收盤只跌43點 然後這個盤怎麼看 很多投資朋友都在想 老師這盤是不是走完了 沒有走完為什麼 因為季線即將要扣底低檔值 月線也扣底低檔值 所以月線已經率先翻陽了 你看到這條線月線沒有 看到沒有看到沒有看到沒有 月線開始翻陽 季線也要扣底 所以現在在季線附近上下做整理是正常的 好不好個股我們來看個股 各位今天5351的預創來到82塊半 258嘛收盤75塊對不對 那我們已經都賣光了賺了4倍了對不對 各位 當時我在這裡跟你講20塊我們買 25塊我們買34塊我們買 40塊我們買 因為新會員參加 這檔股票我會員賺很多賺好幾百萬 就衝上去了今天爆大量了 前面這裡都沒量對不對 前面這裡都沒量看到沒有 一出量就攻擊20塊到25塊都沒有量 突破壓力爆了一個5萬張的量 30塊要過一定要5萬張的量對不對 50塊要過40塊要過要10萬張的量對不對 好到了50幾塊下來休息 再要過50幾塊再要過54塊 又一個5萬張8萬張的量漲一倍了 全部所有的會員所有的觀眾沒有一個賠錢的 3035的資源對不對各位也剛開始也沒量 沒量對不對 沒量對不對 沒量50塊到60塊50塊到60塊都沒量 好到了100塊出量了 拉回到80塊量縮了 再回到100塊 然後110110150200 好各位KD指標往下沒量 走完了 這兩檔股股都是4倍 那我們看496億的天譽 老師未來會不會4倍 4倍就不得了了 200的4倍是800 我不敢說4倍了 但是1倍很合理 老師他為什麼這幾天都這樣走 從50塊 從100漲到200 200漲到300 300漲到395 3分95 好各位現在在休息 為什麼會休息 看一下 這叫季線 第一次碰到季線 223 拉回來 第二次碰到季線 222 拉回來 第三次碰到季線 218 拉回來 整理三天 一根紅霸 今天開高 212 213 碰到季線 沒有量過不去 拉回來 告訴你一出量 過了215塊 你空手者 你就試駕追 你現在如果不想說 在這裡磨你就試駕追 那手上有的 你要加碼 就過215就加碼 那不加碼 沒有錢 沒有關係 不要加 就讓他自己長停板就好 因為季線 各位看到這一條叫季線沒有 看到沒有 好明顯的季線 未來季線是扣底低檔值 扣低扣低扣低 月線已經交叉往上了 因為月線正是一個漂亮的底部 對不對 那他公布10月的營收也不錯 所以到時候你們就準備長停板就好 就準備長停板就好 6531的愛普 各位 我在這裡跟你講 對不對 各位 300塊買 400塊賣 300塊買 你看 他第一次碰到季線 這條紅 這條顏色的季線也過不去 但是再回到300 過了季線 300 300就到450 第一次漲100塊 第二次一定要漲150 那回到這裡 380是不是支撐 這個W底的頸線 就380 380買 750買 700買 640買 850買 780買 900買 後來 後來 好 現在連3A 明天一定收紅 今天收盤多少 516 那明天 第一個壓力是532 這裡 大概開盤 還有可能 開高走高就先過了 那 他還會再來一次600塊以上 我們賣掉了就要買回來 我們今天就買回來 我們前面已經賺了100多塊 我們後面還要賺100多塊 講起來就那麼簡單 對不對 4968的利基 各位 我們去年也是200多塊買的 買了之後就一路漲到600多塊 好 現在被警示你看他都不會跌 他都不會跌 對不對 警示沒亮 20分鐘100%怎麼有亮 所以各位 這一檔股票 從我們2004買進 就漲停 漲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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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剛好碰到季線 又被警示 因為4天4支漲停板 長太兇了 對不對 又被警示 好 他也跌不下來 月線往上 季線 碰到季線 剛好警示完了 我就要買了 警示要多少 10天 所以我們要等 我們要等 知道嗎 我們要等 所以各位 我在這裡教你技術分析 也教你怎麼看 我們要等 然後繼續給你看到 所以在這裡 我認為明天6531的艾普 明天非常有機會 開盤沒多久就要過532 532 就是這個打下來上去 打下來 這邊一個WD 對不對 這邊一個WD 532 532過 532第一個壓力 第二個壓力 就是均價 今天大概是在550 老師 明天550大概就漲很多了 當然漲很多了 這一定要漲的 所以各位 我在這裡講得很清楚 好 我今天有收到一個 特別特別的消息 特別特別的消息 有一檔股票 即將開始噴出 這一家公司 前三季賺了7塊4毛以上 現在股價80塊左右 我們曾經這一檔股票也賺過大錢 我問你 如果前三季賺7塊多 股價才80塊 你認為他會不會漲 就我所知道 就我所知道 明天非常有機會漲停板 很多都在想 老師你能不能跟我講哪一支 會員聽好 我不希望明天 開盤就漲停板 因為明天開盤就漲停板 那就要用搶的 而且我只會買一次 明天不管開高開低都要買 當然開盤漲停板就不買了 但是我會跟你驗證 加入我的胎罐 我會告訴你 我的胎罐是這樣 W1788 標股急先鋒 對不對 W1788 標股急先鋒 我在這裡跟你講 底部量說好買點 高檔爆量好出貨 來 有錢人之罪 有錢做的按想的跟你不一樣 為什麼我們的愛普 可以賺那麼多錢 為什麼我們不買華邦店萬宏 我們那個育創可以賺4倍 為什麼 資源可以賺4倍 對不對 各位都是有道理 底部量說好買點 對不對 底部量說好買點 各位看一下 就像4961的天譽 今天也不過4000張 沒有人要買賣了 量說到極致了 來給你看一下 這裡不是底部 什麼叫底部 這裡都量說 這一天是拉漲停 這一天也是拉漲停 這一天出量拉漲停 對不對 這一天出量也是拉漲停 導致他拉完他就不拉了 下禮拜法說 我認為法說以前搞不好就是漲停上去了 對不對 你看這個季線 是不是反壓 是不是反壓 好 我再教你們5351的預創 各位你看到沒有 我是不是在這裡跟你講 這條叫季線 你看 這裡是不是爆出一根大量 因為他要突破季線 突破季線這裡爆一根更大的量 因為他要供50 後來回測季線沒破 回測季線各位 這裡有一個9萬張的大量 是不是拉漲停 然後就漲停 你漲不停 40塊漲到82塊半 有沒有 是不是亮縮好買點 這裡我如果告訴你他會漲停板 你一定不相信我 這個40塊我還在帶會員買 對不對 40塊我還扣會員買 42塊我還扣會員買 各位 你看這個是亮縮都不會漲 那我問你 天玉今天亮已經說到4000多張了 比昨天亮還少 比前天亮還少 比這天亮還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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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沒亮 那有本事就把他殺到底庭嗎 沒有啊 D檔有人在買啊 誰在買 啊我怎麼知道 老師你的會員在買 我會員不會追啦 我會員買 我會員最多買兩張啊 老師那為什麼D檔都有人在吃 老師尾拍一個207張把它吃掉 誰在買的 比不亮說嗎 這條季線 所有觀眾聽到 你手上有天玉的 或是你想買天玉的 過了215塊 二話不說 市價買進 要有量喔 不能那個沒有量喔 我告訴你一過了就噴了 下禮拜要舉辦法說 對不對 各位我講話就這麼的單純 你不要 不要我教你 好各位 底部亮縮買點高檔爆量好出貨 計算主力籌碼 好 昨天天玉外資還買了1000多張 我相信今天 有可能小買或是小賣都沒關係 因為外資也是這樣 看有量就追嘛 沒有量他可能小調節 或者他小買都沒有關係 對不對各位 有錢之所以有錢 做的按想的跟你不一樣 所有會員聽到 這裡有一檔股票 這裡有一檔股票 我認為要動 我剛才有講過 到第三季為止 第三季為止 第三季為止 大概賺了7塊4毛錢 股價才在80塊 今年大概賺10塊錢跑不掉 而且後面有利多要出來 它是屬於蘋果相關的股票 開始要動了 然後 年底要做賬 他做賬 我認為做賬可能 三支到五支漲停板 不一定 不過我大概跟你講 就三支到五支 所以明天要買就買第一盤 當然如果開盤漲停板就買不到 那我不希望他開漲停板 買到以後我們就不要動他 等到兩三支漲停板 跟利基一樣 三支漲停板以後我們再賣 好不好 所以各位 今天要不要加入我的Tagway W788標股極限公 我的標股送給你 所以在今天 我已經把整個盤式分析得非常的清楚 對不對 我已經把整個盤式分析得非常清楚了 各位來看一下 你看 大盤我們看一下大盤 大盤來看一下大盤 大盤今天的走勢 你看 月線往上確定了 季線 站上了 季線即將扣低檔 季線扣這裡 即將扣低值 所以季線要往上 漲 這麼多倍的股票你就不要去買了 對不對 漲這麼多倍的股票你就不要去買了 季線剛剛在底部剛剛開始翻揚 年底要做仗的 這個一突破就轉強了 這個量就攻擊量 15000張就攻了 不需要太多 所以各位大概就是這樣 6531的艾普對不對 三黑的 你有沒有看到三黑過 我看三黑明天一定紅的 明天開平就走高 你知道嗎 但是如果明天開太高 譬如說明天開在550 搞不好就下來 他一定要開平高才會走高 對不對 他會上去 各位我這樣解釋夠不夠清楚 希望明天歡樂週末 你的股票 漲停板 我們明天要買那支股票 會漲停板 會員聽好 明天開盤以前我就call了 因為只有八十幾塊 所以每個會員都可以買 但是如果開漲停板 那也不能怪老師 我也沒辦法 好不好 祝各位投資票 操作順利愉快 明天降停板 謝謝 並自付投資風險